品科技聊经济大家好 我是猫眼 芯片产业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的弱项 从最早期的大型计算机IBM时代 再到PC时代的英特尔AMD时代 数字芯片始终被美国所垄断 那中国早期为什么没有研发自己的芯片呢 其实中国早在20年前就已经非常重视这个领域了 只是在芯片领域从给人给钱给物的权利支持政策倾斜 到后来在这个领域的谨小甚微 都要拜半导体领域的一次造假事件所赐 汉芯事件 这次芯片造假事件对中国的半导体发展 起到了非常大的负面作用 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这次造假事件的始末 以及对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影响 欢迎关注猫眼儿的频道 先来的话也可以翻翻其他内容 这还要从汉芯事件的关键人物陈进说起 根据当时的媒体报道 陈进从同期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后 在1994年和1997年 获得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计算机工程硕士博士 毕业之后就进入到了摩托罗拉工作 之后在回国前的一个月 陈进在菲斯卡尔无线通讯分部下属的模拟电路设计组 学了一个月的模拟电路设计 请注意 他在这里学了一个月的电路设计 回国后的第一份工作 就是在菲斯卡尔中国苏州分部工作 在这里组建了一个模拟电路设计组 因为他毕竟没有专业的电路设计能力 一个月的突击学习是不可能掌握这门技术的 所以这个项目很快也就不了了之了 没过多久就离开了菲斯卡尔 此时陈进想进入复旦或上海交通大学 于是就在上海交大的一位计算机系主任的引荐之下 2000年5月陈进进入交大 并在2001年组建了芯片与系统研究中心 并开始负责国家863项目 汉心DSP芯片的研发 可以说中国在21世纪初的科技实力 还是比较落后的 特别是半导体产业 所以对半导体产业的支持力度也是空前的大 要人给人 要钱给钱 要政策给政策 可以说陈进也是看到了这样的机会 于是匆匆上马项目 而仅仅过了16个月之后 2003年2月26日 汉心1号成功研发的发布会召开 当时的发布会异常盛大 上海市新闻办公室主任亲自主持 并且还有信息产业部科技司司长 上海市副市长等等的领导参与 并且在现场还进行了演示 而且还有专家组做出认定 认为汉心1号的相关设计 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是中国芯片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中国人终于扬眉吐气 终于不再受制于人 于是各大媒体争相报道 一时间 陈进简直就成为了中国的英雄 当然随之而来的是各种荣誉加深 被授予科技创业领军人物称号 同时还是上海交大微电子学院院长 上海交大汉心科技有限公司总裁 上海交大创期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等等的头衔 而随着汉心1号的成功 紧接着 陈进就可以申请到更多的项目和研究经费 随后的十几个月里 又先后推出了汉心2号 3号和4号 可是当陈进还在享受着自己的荣誉 金钱与成功的时候 2006年1月17日 这一切都戛然而止 新华大学的BBS论坛上 出现了一篇公开指责上海交通大学 微电子学院院长陈进教授 发明的汉心1号造假的文章 而秀觉敏锐的媒体 怎么可能放过这么好的题材 于是就联系举报人一起调查 在媒体的推播助澜之下 2006年1月28日 科技部教育部 汇通上海市政府成立专家组开始调查 最终在2月18日调查组宣布结论 汉心1号造假基本术实 此时整个舆论哗然 曾经的英雄 此时成为了过街老鼠 也就此揭开了陈进汉心1号造假的整个过程 首先 就是陈进在进入交通大学的时候 故意的美化了自己的简历 他的简历中说 自己在摩托勒拉半导体总部任高级主任工程师 芯片设计经理 但后来调查发现 实际上他只是一个高级电子工程师 而且其博士论文的方向还是芯片测试方向 这与芯片设计是芯片领域的两个不同研究方向 虽然这两个都是相关联的 但一个前端 一个是后端 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可是似乎也没有人对这份履历提出质疑 陈进也就这样堂而皇之的进入到了上海较大 其次 这个芯片是如何造假的呢 2002年 陈进趁着去美国的机会 找到了一位以前在摩托拉拉的一起共事的同事 他托这位朋友从摩托拉拉的工作站 下载了DSP56800E的原代码 因为前面说过了 陈进的专业方向是芯片测试 不是芯片设计 所以就投机取巧 当然了 要想做出真正的芯片 有了原代码还不够 还必须要有专业的人才 毕竟让搞测试的去搞设计 显然是不可能的 于是他就从美国请来了一位同学 负责设计 从苏州请了一位朋友 负责系统 其实整个汉芯的关键设计 也就是这两个人在搞 团队的其他成员 都是交大的硕士博士 仅凭这两个人 在短时间内就完成芯片研发 这怎么可能吗 况且当时连英特尔的一位高级工程师 都不无感叹的说 这样一个刚组建的团队 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就研发成功 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虽然陈进拿到了圆满 但也并不能设计出真正的芯片 它还缺少芯片调试接口 而这种接口是需要摩托勒拉授权的 显然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圆满就好比是电脑显示器和屏幕 什么都搭建好了 但是就是缺少鼠标和键盘 所以如此做出的芯片 就不能做到人机交互 也就不可能真正的运行 既然真正的汉芯不能用 发布会上真实演示的芯片 是哪里来的 这要从2002年8月说起 陈进让在美国的弟弟 购置了10块DSP5685的芯片 10月份收到货 但是收到的芯片上显示的是 摩托勒拉的logo 这显然不行 于是他就用砂纸把logo磨掉 但磨完之后发现上面有明显的磨痕 显然对于打磨 陈进并不专业 于是他就找到了当初给研究所装修的公司 上海旱基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让他们进行打磨 更为搞笑的是 这家公司以前还在官网上挂出自己公司为上海交通大学芯片与系统研究中心开发的汉心一号 提供了产品定义和造型设计服务 而后来这家公司也证实了 这个造型设计其实就是指给芯片打磨 打磨芯片的民工后来还成为了一个网络梗 寻找21世纪最具创新精神的民工 打磨完之后 又堂而皇之的给打上了上海交大的logo 就这样在新闻发布会上成功启动芯片 完成了各项演示 而更加讽刺的是汉心一号的参数中 真角数是208角 而摩托拉拉芯片是144角 这么明显的差别 一众认定专家愣是没发现 实在是有些匪夷所思 撒下一个谎就需要用无数个谎来圆 于是就又有了汉心二号三号四号 最终调查发现这几个也不过是一些简单的定制化芯片 东窗事发之时陈进已经骗取了11亿的科研经费 当然了无力不起早 陈进也不是省油的灯 利用自己的身份在外成立公司 让研究所和自己的公司做生意敛财 一年多的时间 陈进的身价就暴涨几十倍 最终陈进身败名裂 但是为什么却并没有被刑拘 相关的责任人也并没有太多的追究 这成了一个谜 芒儿觉得可能国家也清楚 中国的半导体人才本来也就不多 如果在这么大张旗鼓的一网打尽 中国的半导体未来该怎么办呢 这只是个人看法 您觉得为什么没有被追责呢 当然了被汉芯这么一闹 对中国的半导体产业影响也非常巨大 咱们就拿跟汉芯同时起步的龙芯来说吧 龙芯本来只是中科院计算机所里的 一个芯片研发课题组 成立之初缺人缺钱 但是课题组还是开发出来了 到2006年的时候 已经研发出了龙芯二代 性能达到同时起美国英特尔CPU50%的性能水平 虽然还有差距 但是已经能够在很多场景进行应用 但是汉芯事件曝光之后 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龙芯就被汉芯连累了 舆论上就有汉芯龙芯中国芯 芯芯造假的说法 这让龙芯的客户也犯难了 因为担心万一龙芯也是挂羊头卖狗肉 所以纷纷的转头购买其他品牌的芯片 而在国家层面上紧急叫停了国家芯片资金扶持 芯片研发本来就是一个耗时耗钱的项目 这么一闹 龙芯就更难过了 没有了国家资金扶持 还好计算机所的所长申明大义 知道龙芯的重要性 从其他地方省钱支持龙芯三代的研发 一直到2010年 国家芯片扶持基金下播的时候 龙芯客体组已经从计算机所里预制了8000万的经费 这只是龙芯的经历 而整个半导体产业涉及到材料 芯片设计 芯片制造 封测 制造设备等等的方面 让国家对半导体产业扶持也变得谨小慎微起来 不得不说 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 中国的半导体行业本来就比较薄弱 真的经不起这样的折腾 拼尽全力 上去还有很大差距 再被自己人拖后腿 那要多难呢 您觉得汉心事件的爆发 当事人相关人员为什么没有被严重追责呢 欢迎留言评论 都看完了就顺便点个赞 感谢关注猫眼儿的频道 下期再见